欢迎回来 这次难懂的医学领域 一般人难以亲近跟了解 而随着时代转变 具备高度专业知识的医生们 打破了繁离 透过跨界社群经营 传递正确的医疗讯息 不仅拉近医病关系 也彻底颠覆了传统医师光价 今天这次报道 我们要带你来看看 走出诊间的专医生们 如何透过文字 声音 影像 各种方式 经营网络社群 不仅让自己的特色被看见了 重点也能分享 使用的微教资讯 破除不正确的网络谣言 避免民众没受害 无论你是红豆绿豆大红豆 我会治好你的青春豆 行云流水的开场白 立刻吸引目光 这里是皮肤科医师 庄影验的拍片现场 95%医生 5%YouTuber 我大部分的时间 真的就是关在诊间里面 然后所以我还是觉得我是医生 现在就是这样子的点阅率 然后感觉就是好像 好像我已经变成网红了 但是从始至终我一直都 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是不觉得我是一个网红 但YouTube频道超过50万人订阅 累计拍了超过600部影片 说明了庄医师的跨界成果 看完小孩之后 其实我会出来在我们家阳台上面晒太阳 这个对身体好跟 set我们自己的那个生理时钟是很重要的 在公室的路上其实我已经睡了半个小时了 太累了 真的是太累了 你是棒棒的 第一个一天我只能看几十个病人就很多了 那我今天光拍一个影片 我就可以帮助这么多的人 然后它的回馈它是正向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外溶A酸会导致皮肤的老化 就是Oh my god I don't get it 就是我真的不懂 他怎么可以做这样子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宣称 不论是破解网路谣言或是分享医学知识 其实事先都需要做不少功课 大概讲个五到七分钟 你们可以多快把它剪出来 我可能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花个一个早上 然后甚至有些时候真的太忙 我可能两个礼拜才拍一次影片 但是我可能就拍好多集 就是有几个题目我已经想好了 然后我就是请他们把相机打开 然后我就开始拍拍拍 然后他们在后面候制 我现在目前做这件事情 很少医生有时间 我不能说能力 因为我觉得能力这个真的是大家都有 就是你说医生不会说话吗 一定可以啊 你今天说面对镜头会不会却场 我觉得这个practice就有 但是今天这件事情 为什么大部分的医生没有办法做 是因为他没有那个时间 因为他没有那个时间 所以愿意出来讲的医生是很少的 因为他要能够持续不断地一直拍这么多 是我觉得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对 然后所以当你每个礼拜都会固定上片的时候 他就会就会变成你是他的朋友 然后他就会每个礼拜会期待你 你想要讲什么 一点一滴不断累积 庄医师把网友变朋友 这个出发点让他有动力继续拍下去 每个礼拜上片对你来讲压力很大 那我不会 我可以讲关于医美跟皮肤科的事情 我可以一直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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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永远都有新东西嘛 然后再次呼吸 他都没有耸肩耶 一般的人一开始做就会一直耸肩耶 因为我是产科 主要是产科医师嘛 所以我看到接触到的最多的就是孕妇的族群 那我觉得这个动作好 是因为我们喂奶抱小孩都是往前这样子 然后比较少这样子的动作 那一开始其实我是在诊间就是会跟产妇说 诶 你可以运动啊 没有问题 那我在讲的过程中就发现蛮多的阻力 就是包括身边的伴侣或家人觉得 诶 怀孕运动不是很危险吗 那或者说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医师也会觉得 那外出事了谁负责 因为那个社会上对于就是孕产的知识也比较有落差嘛 觉得好像怀孕就是一定要平安无事 那再来就是说很多的教练或是运动指导员 他们对孕妇这个族群不了解 那就是会觉得说那我干嘛要带孕妇好像比较危险 所以这件事好像就是说其实我是医师 然后我有在运动 我也没有办法光是靠一对医在诊间跟病人讲 或跟妈妈讲我就可以推动了事情 作而言不如其而行 这是个性爽快本名乌文慈的乌乌医师 碰到困难最直接的反应 刚好我有一个经营一阵子的社群 所以我就开始写很多文章之外 也有举办一些实体的讲座 包括双亲教室 从运动的角度切入 让那个怀孕的准爸妈可以更理解怀孕的身体 跟运动的好处 然后破解一些迷思 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也有开一些课程 是让运动教练知道怀孕的知识 那也有实际找孕妇当model 指导他们怎么指导孕妇运动 就是这就是从走出社群到实体 尤其现在疫情结束了嘛 就是办一些实体的活动 那除了可以知识的流通更快的之外 我觉得当别的人孕妇看到 原来其他孕妇也有跟我一样在运动 就会有一个社群的力量 所以我现在后来就觉得 其实推广孕妇运动就很像一个社会运动 就你不可能只躲在键盘后面用文字打一打 当然透过网路可以接触到很多 比如说我有一些中南部或东部的病患或是孕妇 他们会问我问题 可是我觉得最终还是要拉回实体 要大家见面才有那个温度跟力量是不一样的 他想要让这个时代的准妈咪有更多可能 正在进行杠铃深蹲的 是已经怀孕26周的准妈咪 他举起的杠片有5公斤重 在乌医师和教练的指导下 来这里上课的准妈咪可以来个弹力带划船 也能做六脚杠硬举 以前来诊监的孕妇可能是问说 我可不可以运动哦 这一两年我会明显的发现来的人他们就会说 第一次我要运动我可以好 就是他的问句的形式跟 口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我并不是运动科系出来的嘛 所以我自己其实就是 三四年前有去考一个运动教练的正少了 然后可能定期会去参加建立比赛 或大力士比赛 爱运动也爱写作 乌医师的社群平台上可以看得到他的心血结晶 就这样不断的投入多年的兴趣也长出了新的面貌 疫情这三年一年就写了一本书 就是一开始都是以文字为主 后来就是因为在宣传书的时候 我就上了蛮多广播跟Podcast的频道 然后发现就是其实好像我还算是会讲话 就是说话的传播 那包括现在就是大家可能对阅读已经没有那么喜爱了 就是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那我好像自己也可以经营一个Podcast频道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就是回应之前我们讲MeToo事件 Podcast可能跟传统媒体广播或电视不一样 哈喽 欢迎回到乌萍聊 就是比较轻松 就是有时候可以 不是说一定要企划要打好啊 然后还要给制作人看什么 其实就是随性的讲自己喜欢的东西 或是自己生活中的体验 或是看诊的一些心得 那所以其实不会耗掉非常多的精力 前面当然就是教育 又扯到教育 就是又变成说教育最重要 然后再来其实就是创伤的修复 那平日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一天一两个小时吧 因为每天都会已经规律了两层 把这个纳入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并不会说好像大家想的好像会变得很累这样子 可能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一个热情在啦 就是有自己想要对社会大众说的话 然后以及对于传播这件事情 可能原本就有一点热情 想说的话想做的是因为有热情添加柴火 可以源源不断 吴文慈在化身为无无医师后 也找到了自己的更多可能 医事人员他愿意透过所谓的自媒体等等的一些通路 去向民众来去沟通所谓的医疗卫生的资讯 传递正确的卫教观念 那这个我觉得我们是应该给予鼓励的 因为毕竟这样子的话 可以消敏所谓医病之间的不对称的关系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这些医事人员 如果你是要出来代言产品 或代言服务的时候 那你可能自己要有一些认知 你的专长领域就是在某一个领域范围内 在莫忘初衷的前提下 他们从医师的角色出发 在网络社群平台发光发热 不只搭建起医病沟通桥梁 也为自己的人生带来更多可能 欢迎回到新闻思想企 台湾眼前的医疗人力慌 要是再不想办法解决有效改善 未来不分你我他真的不能生病 因为无人医没人救命的噩梦 可能会成真 感谢你的加入 我是王欣怡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